陸解放军五艘舰艇空拍形成壮观画面 解放军出动包括导弹驱逐舰 齐齐哈尔舰 贵阳舰 护卫舰 日照舰 早庄舰航行至日本海 将和俄罗斯展开北部联合2023军事联合演习 大陆解放军强调演习主要是维护 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提升中俄两军战略合作水平 之前两国家一个军种 这次是把海空两个军种演练 所以这个扩大范围 联合范围 将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 根据俄媒18号报道 俄军太平洋军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 及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两艘反潜舰 已经出发前往日本海演习 往年中俄演习 俄军通常只派海军出席 但这一回俄罗斯会派出海空两军参与演习 也显示出中俄军方合作范围更加广泛 说中俄演习跟美人海人演习都在日本海 而且相互之间距离并不远 也说明这种带有对抗性的演练行动 会让整个的演习效果 包括演习的实战指标 有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大陆军事专家分析 日本海是中俄两国重要战略通道 公国海峡 对马海峡 金青海峡 这三大海峡 关乎中俄战略安全 由于美日韩同盟 近来也加强军事演训 中俄之间选载日本海军演 舰值美日韩意味相当浓厚 而中俄之间两军军演频繁 月初时俄罗斯军舰 才刚刚抵达上海进行友好访问 据了解此次访问 是两艘护卫舰首次访问上海 也是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 第七次访问上海 俄罗斯海军完美号和响亮号 轻型护卫舰五号首度抵达上海访问 大陆防长李尚福 更在七月初会见俄罗斯海军总司令 中俄海军交往密切 互动频繁 希望双方加强各层级的沟通 常态组织连演 连巡 联赛 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 中俄双方在军事方面交流 持续更深化 根据统计 中俄两国去年 共举行了六次联合军演 创下20年来最高纪录 也显示出俄乌战士之后 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 持续和中国大陆深化军事合作 记得楼子于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